接下来我们需要让双方来辩论一下 来 我们有请大自然 为我们选择一下辩论的队员 有请 老32号 我觉得吧 这有的婆婆 就是见不到自个儿子 跟另一个女人的幸福 非说她是这家女主人 她就得当家做主 挑拨夫妻关系 经常跟她儿子说什么 父母只有一个 儿媳妇能再找 我这么好 儿媳妇哪找去啊 打出来的儿媳妇揉出来的面 都说别人家儿媳妇 好像别人家儿媳妇 看不上你们家儿子呀 你们说是不是啊 最不能忍受的就是 婆婆打着我是长辈 我养儿子为借口 叼呢我这儿媳妇 你要真要是赶上一个 好一点的婆婆呀 还真能像你对的亲 还真把你当亲闺女一样 这要赶上一事儿吗 我告诉你 这辈子可就完了 两个毫不相干的女人 要在一个屋檐下 共处一辈子 这中间没点高超的技巧 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请大自然为我们的婆婆队 挑选一位辩论的队员 好 22号婆婆 有话您说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刚才这位儿媳妇的话吧 我觉得不对 我呢已经退休了 儿子儿媳妇呢 当过 我就给她们看着孙子 从这个孙子一落生 应该说从儿媳妇以怀孕吧 就开始 什么孕妇服 防辐射的服 什么身上的 所有所有的吧 都是我的 然后呢 这个孙子一落生 吃的喝的 奶粉 尿不湿 等等等等 包括 现在打那个叫什么 小儿肺炎 一针就860 据听说要打4针到5针 可了不得了 我已经出钱给打了三针了 所有所有的都是我 掏钱 我就认为这个孙子 这个孙子是怎么回事 是应该我养 是吧 我想请大家给评评这个礼 我是升级了 还是降级了 好 对于这个问题 你们谁能回答一下呢 我觉得嘛 婆婆应该理解我们 现在的儿媳妇 跟以前的儿媳妇 一样吗 哦 就是呀 我们现在要在外面工作 还得每天加班 拼命的挣钱 为的是什么 还不是为了我们家 可以过得更好吗 你也知道 现在的物价贵呀 真是 要是我老公有钱的话 我就不用出来工作了呀 我在家里面带孩子多好呀 真是的 现在的婆婆 不要一天到晚 没事找事